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二 欢迎主持收看今天的星岛头条新闻 我是海翔 节目一开始马上带您关注一下 今天头条摘要有哪些 今天头条摘要带您关心的是 旧金山muni公车 今天继续有司机集体请病假 而另外旧金山炸弹嫌疑犯 今天也首次出庭 同样也是湾区方面的消息 今天湾区的社团单位 为三岁男童来筹款治病 国际及中国方面的消息 就是6425周年港台及联合国 敦促中国交代真相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摘要 而在今天星期二看中国单元当中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融合 和两岸政策发展一直是焦点 而在今天晚上的看中国 要带您来了解一下大意中的架构 并且集思广义听听各方的意见 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上集 大意中里的五大原则 以及架构出台的目的 在下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带您探讨的是 两岸关系的未来一个走向 也请您持续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请明月带我们关注一下 今天的焦点新闻 明月 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加州初选投票日的投票站的情况 更多精彩新闻一会带给您 等一下 我要通知保险公司 还要把车拿去修 我的state farm代理人 不用担心 有我就搞定了 等拖车来了 我就载你们回家 拜拜 超人服务 安心超人 想更好迈进 state farm 欢迎回来 旧金山MUNI公车 今天继续有司机集体请了并驾 借以争取更有利的新合约的条款 虽然当局已经比昨天派出更多的车辆 但乘客仍然是受到无车可作的痛苦 新闻记者崔玲子的报道 MUNI公车局与工会的劳资纠纷尚未平息 一连两天有80司机集体请并驾 对此公车局在今天加派100架公车提供服务 但服务仍然出现严重延误 公车局呼吁民众采用其他交通方式 湾区捷运系统也宣布 今天将按照MUNI的车资收费 适用Daily City之音Baccadero的车站 缆车仍然是全线停驶 记者在繁华的华步所见 大批乘客等待多时才判得公车到达 但由于上车人数太多 司机不得不站起来赶后到的乘客下车 无奈的乘客唯有双手提着东西 等待下一班不知何时到来的公车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今天向媒体重申 司机门的非法罢工行为不可取 公会主席威廉姆斯也已去信会员 强调公会并不支持该行动 呼吁会员们以合法的方式请病假 过去两个月 公会与交通局陷入合约磋商僵局 公会上周以大笔数投票 否决资方提出的新合约 合约本来将会在未来两年加薪11.45% 但要求员工向退休金贡款7.5% 该部分目前是由公车局承担 这是导致公会不满的主因 法律禁止公车员工罢工 合约争议只能交由仲裁员处理 新岛记者崔玲子报道 同样也是究竟上的消息 一名政治活药分子兼公关专业人士 在联邦调查局发出全国通信令之后被捕 今天首次在法庭提堂 被控一项非法藏有爆炸装置的重罪 新岛记者张震的报道 42岁的被告Ryan Chamberlain今天在联邦法庭提堂 在公辩律师的陪同下尚未提出答辩 联邦调查局和旧金山警察局表示 当局在被告位于俄罗斯港Poke加Jackson街的寓所内 发现一袋装有电池、绿色粉末、火箭模型马达等 可制作成炸弹的物品 如果罪名成立 被告将会面临最高十年监禁和罚款一万元 被告在被通缉期间 曾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一篇被怀疑是遗书的文章 内容指自己一直挣扎在忧郁症的阴霾中 又说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都出现问题 被告在公关界有15年从事政治宣传活动的经验 曾在纽森竹旧金山市长时负责公关宣传工作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 三岁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小朋友曹梦卓 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继续进行的心脏手术 今天的湾区生命核基金会发起筹款活动 也希望大众可以向曹家来伸出援手 我们来看看新岛记者邱佳琪刘如谦的报道 曹妈妈刘玲玲说 小孟卓在一岁时患病检查 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病状名为法勒式四联症 是一种罕见的严重心脏病类型 如果不及时医治 将只有十岁左右的寿命 为了挽回孩子 曹家四处求医 我们是到处找 因为我们到处求医 也是到处去咨询 然后就是想知道哪里能治疗孩子 如果国内不行 在国外有哪一些医院可以治疗孩子 曹家后来得知 史丹福医院能够治疗 但手术和治疗费用高达120多万美元 即使医院慈善基金负担部分费用 患者家庭仍需负担23万5千元 对曹家而言是个天文数字 刘玲玲为了照顾儿子 一早辞去了工作 丈夫曹玉萍在一家养殖公司工作 月收入仅2000元人民币左右 曹家已变卖了全部家产并四处借债 凑得7万5千元 仍需25万的治疗费用 生命和基金会将捐款3000元 会长王光深呼吁湾区民众也能响应 帮助曹孟卓早日接受手术治疗 有捐款意愿的人士可邮寄支票 抬头写ROLF 并在MEMO上著名捐助内蒙男孩 寄信地址为 1177 Larawood Road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4 亦或登陆网站 www.theriverflow.org 点击相应链接捐款 新岛记者邱佳琪 刘如谦报道 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 北京当局加强了保安措施 在当年军队开入了地点 入业之后戒备森严 停辆了是多台的公安车辆 大批的公安也在场巡逻 地铁两个站的出入口也都封闭了 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 有香港记者以单车逮捕 驶进现场 随即被马路上的制服人员截停 要求出示证件 公安指 记者进入有关区域就被视作采访 要求记者原路折返 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的张建林表示 今晚将不会到墓溪地拜祭 他指 如果今晚出外拜祭 明天会被阻止前往万安公墓悼念 维权人士胡佳表示 他已被当局软禁在家100日 相信明天很有可能 被当局人员带走或扣押 估计未能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 不过 他晚上会为当年的死难者 举行烛光守夜 因为国内接连发生恐袭 北京自5月20日起 明显加强保安 不论是在天安门广场 还是入境主要交通路口 都有军警巡逻 美国呼吁中国释放 在纪念6425周年期间 被拘捕的维权人士 记者和律师 在台湾 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分别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呼吁中国当局尊重民主 善待意见人士 最新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显示 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下跌 回复到2011年的水平 明言计划在5月17日至22日 以电话访问1005名香港市民 调查发现 56%被访市民支持平反六四 下跌7% 不支持者则占20% 上升4% 新岛记者李纳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新闻 在下节焦点新闻当中 要带您关注的是 白宫就交换俘虏事件 惹国会不满而道歉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Kevin 又在玩手机打电动了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新岛日报 有情速递翻类小广告 祝您幸福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请明月弹幕关注一下 今天的焦点新闻 明月 好的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天是加州初选投票日 在旧金山多个投票站 从华部到诺山河市府的选务局等地 都可见到不少选民前往投票 其中市府的邮寄投票点几个小时内就有近300多位的选民前往提交选票 而州务卿办公室说从2008年以来初选的投票率介于28%到35% 奥巴马当局与塔利班交换俘虏的事件继续发酵 此举广受外界的批评 尤其是国会领袖都被蒙在鼓里 只有参院民主党领袖李德事先得知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院长伯纳和参院少数的党领袖麦康诺 麦康诺以及众院的少数党领袖普罗西都不知情 身为参议院情报的委员会主席范士丹说 星期一晚收到了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来电 就未能及时通知国会领袖而致歉 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华沙展开欧洲三国的访问 会晤了北约的成员国领袖 他在波兰表示计划增加美军在欧洲的部署 要求国会增拨10亿美元的经费 他与波兰总统科莫罗斯基会谈后 共同的召开记者会 警告俄罗斯不要进一步的拨动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认为莫斯科应该运用影响力 要分离分子撤出当地 宝京内战的叙利亚今天开始总统选举 选委会将投票时间延长5小时 到当地的午夜12时才结束 而当局指出选民投票踊跃 过程顺利没有舞弊也没有投诉 这次选举的三名候选人西方传媒一致认为 现任总统巴沙尔可以顺利连任 而美国则批评叙利亚这次的选举是耻辱 台北捷运造成了四死二十四伤的展人案 捷运公司决定向每名死者赔偿560万元的新台币 折合约18.6万美元 另外捷运公司计划在车站设置自动报案系统 未来会增派编衣警员在捷运站巡逻 更研究招募120名义务的警员加强保安 这项案件的疑犯郑洁已经被收押13天 不过他的父母至今没有探望他 埃及选委会宣布 前军方领袖赛西赢得了总统选举 大选在上星期举行 赛西据报赢得了超过九成的选票 这次选票的投票率也是欠理想 当局将投票的时间延长至一共三天 但投票率仍然不足四成半 76岁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 本周一宣布退位 由46岁的王储菲利佩继位 引发了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示威 要求举行公投 决定保留君主立宪制 还是改为共和制 示威者挥动着红黄紫三色旗高叫 西班牙明天将是共和国的口号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马上来关注财经简报 财经方面的消息 根据一个美国房地产数据公司公布 全国4月份的楼价按年是上升了10.5% 但升幅是14个月以来最小 较3月份下跌的0.6个百分点 也是连续两个月下跌 如果按月来比较的话 4月份的楼价是上升了2.1% 另外一方面 美国4月份的工厂订单上升了0.7% 升幅超过了预期 也是连续三个月的上升 3月份的工厂订单也向上修订 并而增加到了是1.5% 不过4月份的耐用品订单向下修订至增长0.6% 每股下跌 那接着带大家关心一下 今天华尔街三大指数的一个最新走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6722点跌了21点 那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4234点跌了3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1924点跌了0.73 另外汇价方面也带您关注一下 1美元兑换人民币是6.25 港元7.75 台币30.12 欧元0.73 日元是102.52 英镑是0.59 澳元是1.07 加元是1.09 油价方面是每桶报102.79美元 上升的32仙 金价是报每盎司1245.40美元 上升1.40美元 白银的部分是报18.79美元 上升的5仙 这是以上的财经方面的消息 天气我们一块来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在天涯 心系神舟 细看中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政策 北京方面是一国两制 马英九政府是一中各表 绿营方面则是一边一国 最近 由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集合了蓝绿两营七位人士 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就是大一中的架构 这其中包括了处理两岸关系的五项原则 今天 细看中国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五项原则 同时也听一听各界人士的不同意见 一身白色西装前红山军总指挥施明德 与蓝绿阵营两岸及外交领域重量级前官员和学界 共同提出处理两岸问题新论述 强调尊重现状不片面改变现状 认为一中原则已经被部分人士窄化 将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名词 建议用大一中架构来取代 大一中架构 亦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 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 以共识决 处理双方关切的事物 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 在大一中架构下双方消除敌对 均享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权利 这项两岸新论述由马政府前官员会秘书长苏起 民进党执政时期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前海经会董事长洪其昌 前驻美代表陈建仁 等人历经九个月讨论共同发起 我们这些人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目的呢是要打破现在的僵局 任何方式任何的方案任何的倡议 最终最终 还需要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蓝绿前官员共同讨论下 抛出五原则 希望抛砖引玉 化解现在蓝绿对立 进行谈话 逐渐形成朝野共事 记者林信陈立峰台北报道 针对这个话题我们请教到了国民党海外部副主任中维军先生 中副主任您好 邱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针对这个大一中这个设想 您认为他提出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个理想 尤其我们全世界14亿的华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希望能够有一天看到所有全世界的华人 中国人都能够在一个大的一个架构之下 能够共同的和平的生活 那么这是我们的梦想 但是梦想总是要一步一步去达到的 所以我想这大一中的架构这个想法呢 也就是这七个人呢 他的第一步丢出来的东西 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 其实这个想法呢并不新 前面呢他有五个主张 五个主张里面的三个主张啊 其实都是老东西 维持现状促进和平 两边都有各自的政府 这都是老的这个一中的这个主张 但是后面两个呢比较新奇了 他说希望在两个不同的政府之上 再成立一个不完整的法人组织 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奇怪的件事情 两国既有的政府之上 还要再成立一个太上皇的组织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新东西 另外一个呢就希望两个国家 他不想政府 两个国家都能够自由的参加国庆性的组织 包括了台湾也可以加入联合国 那我们现在请问 就是中方难道会同意你最后这两个想法吗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您 我们也请教了民进党西股支党部前主委张国新先生 张主委您好 您好 那么针对这个大一中这个架构呢 当然他提出本身是由前民进党的主席施明德 来带领这七位蓝绿营的人士提出的 那您认为这个架构的构想提出它的目的在哪里呢 是 目前大部分的台湾人民是希望两岸之间的关系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之外 台湾人民也希望说台湾能够参与国际社会 能够加入联合国 那对中国方面中国是不允许的 那中国对两岸政策很清楚 它是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必须接受它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而且他也不希望说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其他国家介入 所以这两个 这一次所所谓提出的大一中架构 基本上是希望说 藉由这个两方面都需要 中国方面需要的东西 台湾方面也需要的东西 两方面来得到某种程度的妥协 在这个五项原则里面 其中也提到说台湾可以加入国际组织 可以加入联合国 那但是任何一个一方要跟其他国家签署 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协议的时候 必须要先让另外一个一方知道 那这个就是符合中国 希望说两岸的关系不要有外力的介入 另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大一中架构 事实上他是利用一个比较 一个不实在的一个大一中这个名词 来解决两岸目前是分离分治 是两个政府这个事实 某种程度上也要满足中国方面的 一个中国原则 非常感谢您 谢谢 大一中这个设想提出以来 中国国台办马上提出了一个不赞同的态度 就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 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的副会长 陈国庆陈先生 陈副会长您好 你好 他们这个大一中的提出第一个原则 就是要尊重现状维持现状 那么是不是要放弃最终的统一目标呢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他们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这个中华民国1949年以来就并群一事件 在这个大一中的架构底下 他们都可以自由加入这个联合国 还有与其他国家建立邦加外交关系 这个不就是等同于两个中国 还是一中一台的 非常感谢陈先生 谢谢您 了解了大一中架构 处理两岸关系的五项原则 听了不同意见人士的不同看法 那么您觉得会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 有怎样的影响呢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探讨 6月3号刘嘉玲和钟嘉欣都在香港出席了全新时尚刊物的新书发布会 刘嘉玲为发布会着盛装参加抢尽了记者的美光灯 而钟嘉欣则西新打扮 沙制花裙清新自然 同一天 陈音威安智杰和倪晨熙在香港出席了一个法国专业品牌护发产品的记者会 分别和大家分享了个人的护发心得 安智杰一身白马王子装扮帅气亮相 陈音威的蛇皮裙时尚气质浓厚 而倪晨熙的素色礼服裙更显淡雅 牛头角枪击案中的枪手李德仁 原来他的女儿正是近日介入李新杰和彭顺婚姻的李月彤 影帝黄秋生和世帝李耀祥回应时竟不谋而合地说出同一句话 现实其实比戏剧更戏剧 何澳知日前和圈中的富二代张明伟同车传出绯闻 昨天晚上他出席活动时表示否认 但提到了旧爱肖正男和黄翠如甜蜜牵手漫步海滩 他并没有大方的祝福这段新恋情 认为每个人对感情都有不同的处理手法 更多精彩的娱乐新闻 请您关注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欢迎收看今天的时事点评 如果说你有坐公车来上下班的话 通勤的话可能这两天你会感到非常痛苦 因为旧金山大批公车司机 昨天集体请了病假也导致有三分之二的公车停时了 虽然公车官员已经向公众道歉 但是民众已经受到严重的负面的影响 包括说可能要提前来搭车或者是要延后搭车时间 甚至上班都会误点 而在今天旧金山公车局又再一次的集体请了这个病假 对退休金福利来消减 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个心中的不满 公车司机用集体请病假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态度 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及工作 这个事前呢 并没有和市府来进行沟通跟协调 甚至呢也没有向民众做出一些及时的通知 这样做法呢 其实是让人真的是措手不及的 不论是对市府或者对我们这些民众来说 比对一下当初的这个霸的捷运站的这个罢工来说的话 的做法相比之下呢 这个除了是要市府好看之外 其实啊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又自私的一个做法 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说市府可以倾听一下各个单位的一些声音 该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事实的解决 不要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那不可以不仅是可以预防这扰民的事件再次的发生 也可以提升这整个市府团队的这些效能 也让民众呢可以满意跟心安 所以呢也希望这次呢 公车司机可以尽早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 再一次的为人民来服务 把这些问题啊这些分歧啊可以留在谈判桌上 再来做讨论才是一个明智之举 今天非常谢谢您收看我们的星岛头条新闻 最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重温我们的节目的话 都可以上我们星岛的电视网站 www.syntao.tv 再次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再会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